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陈兴旭携手萧启清壤 现代奇幻剧在先热潮 萧启清壤是尾鱼创作的一部现代奇幻题材小说 近年来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 由腾讯视频出品 闲功夫文化联合出品 田丽总导演 何坦导演 并由迪丽热巴和陈兴旭领衔主演 张力特别出演 这部剧于2024年3月19日 在浙江宁波开机 预计将成为纪思腾之后 又一部热门奇幻剧 电视剧萧启清壤 这部剧场设定在现代都市 但故事情节充满了奇幻和悬疑元素 女主角由迪丽热巴饰演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隐秘的民间异能组织 《南山猎人》中的成员灭酒罗 男主角陈兴旭饰演的则是一位阳光正直 忍辱负重的年轻人颜拓 两人在剧中经历了重重冒险 从互相对立的身份逐渐发展到彼此信任 携手面对各种挑战 肖启清壤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两千多年前 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的密钥 派遣蝉头军深入南巴老林 寻找传说中的女蛙肉 故事从这一神秘的历史事件隐身开来 逐渐展开现代都市中的奇幻冒险 剧中不仅有悬疑紧张的情节 还有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灭酒罗和颜拓在面对恶势力的过程中 从敌对到合作 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 剧中的主要人物除了迪丽热巴和陈兴旭 还有张力、祖风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他们在剧中的精彩演绎 为整个故事增色不少 尤其是迪丽热巴和陈兴旭 这对双A组合不仅颜值高 演技也相当过硬 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为了还原小说中的奇幻场景 电视剧萧启清壤在制作上非常用心 剧组不惜成本 采用了大量的特效和实景拍摄 使得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此外 剧中对历史与现代的巧妙结合 也让观众在享受奇幻冒险的同时 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神秘 剧组还特别邀请了顶尖的特效团队 为剧中的奇幻场景增色不少 这部剧在开拍前就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援助粉丝对改编后的剧情和角色充满期待 希望电视剧能够忠实还原小说的精髓 同时带来新的惊喜 而从目前曝光的剧照和预告来看 导演和演员的用心演绎 已经获得了不少好评 迪丽热巴和陈兴旭的对手戏充满了张力和化学反应 令人期待不已 《萧启清壤》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冒险故事 更是一部深入探讨人性和社会的作品 通过秦始皇追寻长生不老药的历史背景 作者伪于巧妙地将现代都市与古代神话结合起来 展现了一个充满神秘与奇幻的世界 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 不论是历史中的人物 还是现代都市中的普通人 面对欲望和挑战时 都会有各种复杂的情感和抉择 通过迪丽热巴和陈兴旭的精彩演绎 观众不仅能享受到视觉盛宴 还能在故事中找到共鸣和反思 正如一句话所说 真正的艺术 源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无限热爱 萧启清壤通过奇幻的故事情节 让我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 也能深刻反思自身的生活和选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